上一节课我们讲的是中国画的用笔用墨 这一节课我们讲中国画的立体表现 中国传统绘画是依靠虚实对比 来表现空间关系和意境的塑造 意境是以文学艺术中的一种空灵境界出现的 中国的山水画里 共多的将其分为后者为实 实存在于画面空间想象的意象之中 而虚则是意境且存在于想象的感悟之中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这样表述中国传统绘画空间表现 我们画的空间感凭借着一虚一实 一明一暗的流动节奏来表达出来 虚实是中国画结构塑造中最为重要的法则 造型要有虚实 用笔要有虚实 大的关系要讲虚实 每个局部也要有虚实 一直到每一笔都要讲虚实 再加上由时入虚的用笔方法 才能够画出花冠的韵律和趣味 那么具体的虚实应该怎么表现呢 我们不妨借鉴一下素描的一些基本方法 素描是一些绘画创作的基础 所有绘画手法都离不开它 练习好素描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观察能力 造型能力 表现能力 无论是哪个方面的绘画课程 都必须以素描 速写为基础 素描主要是作为美术教学的基本功训练手段 它以锻炼整体的观察和表现对象的形体 结构 动态 空间关系的能力为主要目的 空气透视法 是借助空气对视觉产生的阻隔作用 表现绘画中空间感的方法 它主要借助于近时远虚的透视现象 来表现物体的空间感 其特点是产生形的虚实变化 色调的深浅变化 形的平面变化 和简化变化 这些跟中国画所表现的虚实关系是一致的 在这里我们要了解光与绘画的关系 我们眼睛所感知周围一切物体的存在 都是由于光的作用 在视觉艺术中 光影可以帮助我们感知形体和塑造形体 在光的作用下 物体出现了受光面和背光面两大部分 再加上中间层次的侧光面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大面 受光面 背光面和侧光面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是讲的 黑白灰 物体在光线的照射下产生了明暗 由于物体都是由许多大小不同的面组合而成 就形成了深浅不同的层次 各个面的方向不同 接受光线的角度也不同 按中国画来说 这就是虚实 虚实是中国画结构塑造中最为重要的法则 虚与实是相对而言的 中国画构图将虚提到了于实并纵的高度 并认为虚有着暗示性和不尽之意 失当的虚可以避免雕 能以经济的笔墨给作品带来灵气和灵静 虚者 淡 小 远 轻 散 慢 疏 这也是完全符合素描的近大远小近时远虚的透视法则的 下面我们就按照素描的这些规律和方法来结合国画的虚实变化 看看如何具体的立体表现 素描在画球体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了解光源的照射角度 根据角度来判断球体的暗部和明部的交界位置 球体为一个圆形 为了表现出球体的体积感 要将球体分为黑白灰三个不同的区域来塑造球体的体积 同样道理 国画在画偏圆形的物体时 一是用线来确定造型 二是用墨或颜色来表现黑白灰以体现立体的效果 圆柱体的特点有点类似于球体 对比立方体来说 圆柱体的明暗过度要含蓄很多 明暗交界线的灰色调变化更为丰富 所以国画在表现柱形物体或类似形状时 重点同样是黑白灰的表达 素描在绘制圆椎体的时候 重点依然是亮部与暗部 注意形体的转折 盘线的方向又沿着圆椎体的弧面结构进行 塑造出圆椎体的明暗变化 把圆椎体的立体感表现出来 国画在这个部分多数是表现山峰及类似的形体 运用披麻村画出山的结构和明暗 所以重点依然是亮部与暗部的关系 素描在画立方体的时候 最重要的仍然是明暗关系 要明确立方体的明暗交界线 反光投影的虚实变化 分析立方体的每一个面的明暗效果和立体感 而国画在表现有棱角的物体和山峰时 同样要在面的转折和面的明暗上下功夫 以表现立体感 素描的组合形体的表达方法 除了先大后小 先草后精 先直后区 先暗后明 先实后虚 先进后远 六个整体作画原则外 就是进一步的调整各个物体结构的准确性 注意各个物体明暗的不同的变化 灰面与暗面的衔接关系 背景要紧密地结合物体进行描绘 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画的表现 在素描教学中 处理对象的虚实关系 一般的原则都是 空间上在前的要画得实 空间上在后的要画得虚 重要的部位要画得实 次要的部位要画得虚 这种规律在古代中国画中 也一直沿用至今 虽然在中国画里很少用光的概念 但黑白灰在中国画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角色 更是中国画的特色 黑白是单纯的 但是其内涵 其表现力却是丰富的 在表现手法上的黑白相互衬托 可以黑中有白 白中有黑 或黑白互换 或黑白过渡 或黑白互渗 有时黑衬托白 有时白衬托黑 有时黑白反复衬托 错落有致 赋予了黑白艺术丰富的表现语言 表现手法和表现风格 这也是中国画特有的空间表现方式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讲笔墨的应用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